好,四季二专统一入学测验,总算在落幕了 这个测验日期是103年5月3号星期六,考到5月4号星期天,西元2014年 我们预计在5月20号会计发成绩单 那今天这一段教训影片呢,主要是针对数学科 数学科,那数学科为什么后面有一个B呢? 因为数学科呢,它总共有四个版本,分别是ABCS 那今天这个影片focus在版本B 那左手边就是老师从网络上抓到的这个公开的题目 这是一个公告试题仅供参考,这里有这个浮水印 那等一下呢,我们会一题一题,把这个题目呢放大 然后去做一个重要的一个解析 好,二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切入主题 看这个共同科目数学B,这个版本的题目难易度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题在说什么? 它说一个时数,二加根号三的整数部分 好,第一个先读到这里,你有什么想法? 我会这么想,根号三大概我们常常做是1.732... 老师也只会记到这里来 所以这个2加根号三加起来,是不是2加一点多 所以大概是3.732... 那整数部分就是3,对不对? 所以这个A已经出来了,A就是3 小数部分是B,小数部分是B 那小数部分就是这个0.732,对不对? 这个是小数部分,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去表达呢? 我会这么表达,因为根号三是不是1.732 那你就把它写成根号三减1 就会等于这个0.732,也就是小数部分,对不对? 所以呢,它题目继续说啊 它说这个B是方程式的根 那你B是用什么带? 是不是用根号三减1去带啊? 对不对?就把它带入 它说是这个方程式的一根 你看这个方程式上面是不是有A 你就赶快把刚才算出来的3把它带进去 P,不知道P P是要我们要求的,对不对? 所以这P是我们要求的 所以这一题呢,很简单 它说呢,就是你把这个根号三减1是B B是这个方程式的一根 哪一个方程式?你就把它写出来嘛 是不是3x平方加px-6等于0的一个根,对不对? 那只要是根,你只要带入方程式 就会怎么样? 就会满足,对不对?满足 所以你带入就可以了 所以像这一题,你看 一般虽然常常看到什么根 什么根,我们都会想到α倍的 对不对? 可是很显然这一题并没有用到这种概念 不用走那边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带入了 带入写这边 3根号3-1夸号的平方 加上px就是根号3-1,对不对? 然后-6等于0 我们重点呢,就是要把这个p求出来 那这个就怎么做? 你就把它展开嘛 3a-b夸号的平方 所以就直接心算了 是不是4-2-3啊? 这个我们就不再最多数了 p是不是根号3-1啊? 那-6等于0 那我们要求p嘛 所以我会把这些其他的部分呢 都移到什么? 移到右手边过去 那重新再重新整理一下 那整理完会变什么? 会变这个p 根号3-1 像我们这里稍微做个心算 把这些东西 所有都把它搬到右手边过去 3-4-12 对不对? 12-6是6 所以搬过去是不是变-6啊? 好 再来3乘上-2-3 那移到右手边会变什么? 是不是? 6-3啊 那6-3-6 可以把6提出来 是不是6乘上-3-1啊? 好 所以你把这个 根号3-1 怎么样? 分子分母同时除以 根号3-1 就是两边同除以根号3-1 这个不直接除了 所以就是得到p等于什么? 好 右手边是不是6 根号3-1啊? 除以根号3-1 对不对? 这么容易啊? 小调 所以答案是6 有没有这个6这个答案? 有 所以答案选几啊? 所以答案选C 好,我们直接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呢 嗯 他说啊 下列行列式的值 何者与这个值相等 诶? 这个不就是在考你什么? 这是在考你降阶啊 有没有? 这以前我们从三阶行列式降到二阶行列式 对不对? 哦 你还记得吗? 那这个降阶怎么做? 他现在只不过是什么? 反推有没有? 那反推你重点要看什么? 就要看这个 每一个二阶行列是前面的这个系数嘛 因为这个系数呢 就可以看出你是针对哪一行或哪一列来做降阶嘛 你看像这个 是不是针对这个系数是1-2-3 所以你在找的时候你就从这里啊 哦,原来他是针对这个正负正 针对这一个列来做一个降阶 那你看他这里是从这个来做降阶 有没有? 所以我稍微做个记号 那像这个就针对这一列 像这个也是1-2-3 所以我们题目就是从这里去找 好 我们然后来一个一个来验证 看他的答案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题 记多啊 这个从左上角这个从事正嘛 你就这样算了 正负正 正负正 好 正 所以这样降阶完 这个不要 所以是BECF BECF 正确 -2 对不对? 怎么是正2 所以A不对 不对 应该他是-2 然后再乘上什么 这个化掉这边 应该是ADCF 他怎么是正2 所以A不用选了 好,再看B 这里是正 这里是正 这里是正嘛 正 负 正 负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怎么写啊 这个要这样写的 他是-1 对不对? -1乘上 然后这个 这样想啊 这一行这一列都不要 所以就是EFBC 然后后面是什么? 是正的 对不对? 正的什么? 正的负2 然后呢 乘上D A F C 然后再来是什么? 负3 一样 这个不要看他 这一行这一列不要看 所以是D E A B D E A B 正常是这样来看 那我们来对照一下 诶? 对照后怎么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是B C E F 诶? 不一样诶 他把这两列做一个互换了 对不对? 诶? 再复习一次哦 在行列式里面 认两行 或认两列 如果互换会怎么样? 同学想一想 互换会怎么样? 旗值要怎么样? 旗值要变号 所以你看这个形式跟这个不一样 那你就变号 所以你如果把它变成BCEF牌 是不是负的就会变正的了? 没有错 所以会变成BCEF 诶? 变回来你前面 第一个行列是正确的 好,来再看第二个 人家题目是ACDF ACDF 诶? 不一样诶 他又是任两列 做一个互换了 对不对? 所以把它换回来 是不是就变号 变号完是不是变正2 诶? 没有错 所以他这个是看起来 目前so far so good 然后再来看第三个 人家题目是ABDE 诶? 我是DEAB 所以你一样是任两列互换 互换回来要怎么样? 互换要变号 就变正3了 ABDE 诶? 变回来结果就跟一模一样 所以看起来是OK的 所以答案是选什么? 答案就是选B 那其他的呢 就交给你自己去验证 看他对不对 这个就是抓住某一行 来做降阶的动作 应该是错误的了 好,我们来看第三题 他说啊 A不等于2 然后呢 有方程式 他的两根叉是 哦,两根叉 两根 我就想到α 两根叉就是α-β 或者是β-α 不管他 两根叉的平方 哦,这平方啊 那你就稍微有谱 他在说这个事情 与方程式 这个的两根叉平方相等 哦,原来这两个东西 两个方程式 他的平方相等 那你想到α和β 你就想到什么 一定要想到 α加β等于-a分之b 对不对 这是已经深深绕路在你的大脑里面 这个在总复习的课程讲好几次了 α加β等于-a分之b αβ等于-a分之c 所以呢,你看到这里呢 我就会先把第一部分 也就是第一个方程式 他的两根核 我就把它先写出来 α加β-a分之b 所以答案是-a 对不对 αβ等于-a分之c 所以答案是2 你就把它先写出来 那第二个方程式呢 两根也把它写出来 先这个写个草稿 α加β 当然这个α不等于这个α 那就写这个多少 -a分之b就是-2 对不对 αβ等于-a 对不对 那就加一个prong好了 加个prong好了 分别一下 好,那你看看哦 我们这个从头到尾都一直在算α加β 都没有提到这个题目所说的α-β 有没有发现 那你的心里也有谱 这以前老师上课 都会有告诉你一些想法 对不对 那你这个要怎么想 诶 你就要回去想 你就要想哦 我这里只有α-β的平方 那你想想看 α加β 以前我们是常常用α加β的平方 去处理一些问题 那到底α-β跟α加β之间差在哪里啊 你如果展开的话 你会发现 诶,没有错哦 α-β的平方 其实跟α加β的平方 它们之间差了几倍啊 差了4倍的αβ 对不对 所以你要从这里去想哦 线索就是从这里来 这老师在上课中很有趣的 都已经告诉过你要怎么去想了 那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东西 去求出这个答案 那怎么做呢 题目告诉你 左手边这个方程式的两根x的平方 就是这个东西嘛 那你就把它带进去嘛 把这个α加β带进来 αβ加加β带进来 所以你就这么写啦 这是左手边的 左手边就是-a的平方 减掉4乘2 对不对 然后你也把右手边把它带进来 右手边我也写一下 右手边的是也是α-β 也是这个两根x的平方嘛 对不对 也是这样啊 α加β的平方 平方减掉4αβ 对不对 你把它带进来 带进来呢 这个也很好带啊 带进来就是α加β等于-2 的平方减掉4αβ是a 对不对 那题目告诉你 左手边跟右手边这个是怎么样 是一样嘛 它已经告诉你相等了 对不对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等式啊 等式你就可以去把它展开去做一个化解 是不是 这应该也不难 我们简单做一个化解 这个-a的平方是a平方减8 等于右手边-2的平方是多少 4-4a 对不对 那这个再把它化解 所以这变成一个什么 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嘛 对不对 加4a-12等于0 那这个用十字教乘法应该就可以看出来 对不对 像这里是-12 -12可以等于什么乘什么 -12是等于正6-2 6乘-2 对不对 6乘-2是不是等于-12 6-2是不是等于这个4啊 所以答案就可以呼之欲出了 就是a乘上a加6乘上a-2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容易算出来嘛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a等于什么 -6或者是正2嘛 是不是 那题目 有没有-6或正2 只有-6有啊 所以答案是选几 答案就是选a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四题 第四题它说x-3是这个的因式 那这个我就想到什么 这想到因式定理嘛 对不对 因式定理 告诉我们 如果呢 你用x 就是 等于3 带进去 这个原来的式子 是不是等于0啊 所以第一个我就可能马上就带 x 带3嘛 把3带进去 你会得到什么 好,那就3 3 3次方 加 k 乘上3 减6 因为它说它是因式嘛 所以我们令这个因式 也就是除式啊 等于0 带进去嘛 这样应该可以先求出 好,33的993 27 好,这要等于0嘛 好,27-6 加3k 等于0 先算一下 应该k就是已经算出来 k等于-7嘛 好 所以我们已经看错了 哦,原来它这个原来的方程式 就是x3次方-7x 对不对 减6 好,它说这个式子啊 诶,可以分解成 哦,因式分解 可以分解成 x-3 那再乘以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应该是一个二次式 二次式如果再可以分的话 应该是什么什么x 这不知道 这个x什么什么的 不知道 那这个很简单啊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用长出法直接除了 这都很简单 那我们就直接 你就直接把这个x3次方-7x 直接除以x-3 好 这个除应该也不会太难 就是稳扎稳打 x3次方 哦,没有平方 那就加0x平方-7x 就是这样密排列 一项一项 规规矩矩的写下来 除以x-3 好 那这个是x平方 用长出法 x3次方 这乘下来是平方向 所以是-3x平方 3x平方-7x 那3除过来 是不是加3x啊 所以是3x平方 消掉第一项 3-9x 那-7-9 就是-7加9 是不是2x-6啊 那这里就是带2 所以是 这一定整除的啦 所以我们是不是找到他这个 这个是沙的伤势嘛 这个伤势 其实就是等于什么 就是这两个相乘嘛 你只要把这个x平方 x平方加3x加2 就是这两个相乘 对不对 那这个一看 应该用十字交乘法 一看就知道嘛 22乘1嘛 又是正的嘛 对不对 好 所以直接写啦 大概是x加1x加2嘛 那前面是不是已经有一个什么 x-3嘛 那你看看哪一个式子 要选哪一个答案 所以答案 当然那就是d 对不对 当然是d 就稳稳的算 d 好 我们来看第五题 第五题 他说abk都是常数 然后呢 对于每个时数x 接怎么样 接满足 这个左手边的 都会等于右手边的 那这个有点像是什么 多像式的相等嘛 左边的多像式等于右边多像式 那这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捷径呢 应该就是什么 展开啦 你不要看起来好像有什么捷径 大概是 目前老师的想法大概就是什么 展开大概左右对照 左右对照 这个四次对四次 三次对三次 二次对二次 这样展开 应该就是 小心算 应该是可以算出来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左手边 x次减x3次减2x平方 加13x加k 好 那我们把右手边把它展开 展开的时候小心就可以了 1乘1 1乘2 1乘3 这个就是有点像做骨弓 只要细心一点 应该可以就算出来 好 好 这个就慢慢做了 老师就开始做了 好 x4次方 对不对 减3x3次方 加bx平方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好 再来就是走第二下 2乘1 2乘2 2乘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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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算 好 这个是 好 2 x3次方 对不对 减6x平方 再加上2bx 好 再来第三项是 加ax平方 减3ax 加ab 好 这个小心一个一个算就可以了 好 好 接下来再整理啊 合并 合并就小心看了 三次的在这里 把三次的画出来 二次的在哪里啊 二次的在这里 二次把它画出来 这里有一个二次的 一次的就是在这边嘛 剩下这个常数项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画减的动作 所以就变成了等于x的四次方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是三次方嘛 对不对 那你看 -3加2 是不是等于 -x3次方啊 就是剩1嘛 对不对 那平方向呢 是不是 a加b-6 平方向是在哪里 这边嘛 b-6a 加a嘛 对不对 再来 哦 这里少写了 这是x平方 x平方 对不对 好 再来一次项 是不是2b-3a 对不对 一次项是不是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 三角形的 对不对 再来一次常数项 加上ab 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左右对照了 四次方向都是正的 很好 三次方向也一样 都是-1 再来二次方向是在这边 对不对 然后对照一下 我们把它稍微写一下 所以 a加b-6 等于 是不是等于-2啊 再来 右手边的-3a加2b 是不是等于 左手边的什么 这个13 是不是 然后再继续对照 是不是ab等于k 哦 这里你看 有两个位置数 a和b 两个位置数 有两个方程式 那应该是可以求 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求ab 对不对 这应该不难求 a算出来应该是-1 b算出来是等于5 这用加减消失法 加减下去法 就可以求出来 所以就从a算出来 b算出来 就可以求出k 对不对 所以ab等于什么 -1乘上5 答案是什么 -5 有没有这个答案 有的 答案是a 这个应该不难 交给同学自己去做了 好 所以第一题到第五题 还ok吗 还ok 看起来有时候很吓人 对不对 其实就是在一念之间 对不对 有的人今天心情高兴 心情不好 就决定在一念之间 看你用什么乐观的态度 还是悲观态度去看 所以成败 决定在一念之间 那是真的是之间吗 你要选择什么 其实是一念之差 看你是怎么 这是想 这是你在think 思考 这是你真正是在做 你做是决定于这个 所以不要急 不要急 慢慢来 ok 就能迎刃而解了 啊 你做什么